今天的市场用两个字来形容惨烈 三大股指卷欠暴跌 护指失手2800点 而中正1000指数呢更是跌超5% 要知道中正1000和中正500 都是挂钩了大量雪球产品的呀 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汤总爆仓了 雪球敲入的量呢是难以想象的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要问了 这么惨烈的大A 难道今天妈妈没有在呵护吗 如果我告诉你已经在尽力呵护了 你到底是会觉得高兴呢 还是感到失望呢 因为今天的护生300呀 继续呈现了巨量成交 四肢规模靠前的护生300 总成交达到惊人的312亿 华泰百瑞加持一方达和华夏 分别成交了152亿 59亿56亿和43亿 都是十倍于平时的成交额 这种操作方式是标准国家队入场 入场的时间呢也非常令人意外 分别出现在了上午和下午 要知道国家队呢 一般是上午开会下午动手 看来今天呀已经预感到事情会有变化 提前呵护了大家 但是呢因为上午用掉过多的子弹 下午的时候就出现了45度角的下跌 呆呀你让我们没有爱呀 对所有还奋斗在一线的小伙伴们 说一句辛苦了 2024开局不易 且行且真心